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今天是12月26号 今天是这个 Boxing Day 叫做节礼日 传统上今天是打开礼物的日子 给大家看到这里是 Sutera Harbour 这里是雅比沙巴 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这个码头 那么尽量用镜头给大家看看一下 这个我们东马的这个沙巴呢 它的风格它到底有多漂亮 那么沙巴的确是个好地方 这里真的是好山好水好风光 沙巴的旅游有两个路线 有山路跟水路 它两个路线都非常的聪明 那么我是尽量尽量的拍摄给大家 看一看给大家感受一下 那原本应该昨天要跟大家报告的 但是毕竟圣诞节嘛 我们不要讲这些不吉利的东西啊 因为昨天的圣诞节呢 还有这个卫生部长凯里呢 还有三个呢 没有给大家松懈啊 讲了一大堆很不吉利的话 当中呢 我觉得最能给大家注意的就是 他已经讲了咯 一月的时候呢 他自己不讲嘛 他讲的是美国的公司 美国的一个调查机构讲的 他说一月份呢 淡马的每天的新增病例呢 可能去到30万 好夸张啊 300千啊 那么我当然不相信啦 因为淡马的检测能力 根本没有这样多嘛 但是你掉一半150千 再掉一半50千 5万啊 5万有可能啊 就是一个意思很简单的 就是叫大家呢 新年呢 不要回家乖乖待在家里 这个看起来呢 就是他们的那个用意 他们的意思啊 所以人家问我 这为什么现在又跑来沙巴 来玩啊 哎呀 沙巴不是曾经的很危险吗 哎 我跟你讲啊 如果那个凯里呢 刚才讲的他是认真 认真的 他要封城的话呢 哎呦 现在啊 大家快点啊 快点啊 等下他真的大马呢 一天来搞 30万的时候啊 不用30万啊 5万啊 那就很够力了啊 又不能出门了啊 两年没出门的话 他又继续继续不让大家出门啊 当然讲这个树 树木方面他有点夸张啊 但是有一个事实就是那个 大毛 大毛 大毛湾 那个奥米克隆啊 这个大马的奥米克隆呢 好像已经完全失控的样子啊 60多钟了 还有90多钟呢 正在等待验证 然后呢 还有那个悬案啊 还有一个 马来西亚飞去印尼呢 印尼讲那个人中奥米克隆啊 到底怎样中的也不知道啊 所以 所以呢 看来看来这个奥米克隆在大马 也是处于失控的情况 所以他没有办法咯 所以我看他大多数是不给大家过年的了 所以这个在过年之前呢 他还没有做出进一步封城的行动的时候呢 尽量尽量啊 大家尽量啊 那个美国的机构讲说 大马一天会那个30万呢 虽然讲起来是很夸张的 但是现在我们看见了一个事实就是那个 英国 英国现在12万了咯 那个法国呢 也刚刚破10万了 法国也加入一天10万的 那个俱乐部了 然后 那个意大利啊 意大利啊 意大利要6万了咯 所以现在呢 这个国家呢 又在破新的记录 所以啊 对观众朋友啊 那个真的真的 疫情又回来了 那么大马会怎样呢 哎呀我们不知道了 啊我们只能够给大家祝福了 啊 那么所以今天的外景呢 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呃我们这个东马 东马这个沙巴的这个海啊 这个海景啊跟你讲超级无敌美啊 啊 你想要找这样的海景呢 真的只有我们这里 波罗州这个沙巴 才有这样的海景啊 所以 大家要快啊 啊 你要讲沙巴安全吗 哎呀当了安全啊 现在我们基隆坡 好像比沙巴还严重很多啊 啊 哎你要讲基隆坡严重吗 啊 那你就知道那个数目了 其实 因为沙巴这里呢 你走这个大自然大自然旅游路线呢 当然是很安全的 不管你走海还是走山 人少嘛 啊 你就不要去那个 呃 那些购物那个mall的地方呢 人挤人呢 啊 那边当然有一定的那个风险啊 所以大家要快啊 啊 这个凯里他讲到这个样子呢 哎呀 估计啊 估计这个新年的这个旅游呢 很可能又泡滩了 所以大家趁早啊 哎下个星期 这个还有一个元旦啊 Happy New Year 来来来来来 尽量尽量出去走走 啊 然后过年呢 又要待在家里 好 今天的外景暂时 讲到这里 各位观众朋友 那么刚才讲到的东西呢 给大家评论一下这个媒体的那个报导吧 所以他现在呢 我们看凯里的态度他很明显的 他这个新年呢 他大概是不打算给大家过年了啦 你看他特地拿那个美国的那个预测来讲呢 一天会300千 那么首先我也不知道他一天有没有能力检测300千 大家觉得如何呢 刚才讲到英国呢 英国呢 英国你看12万了 这个意大利呢 你看5万多要6万了 法国呢 大概不到10万了 而且法国还一直在生 大家会不会超过英国也不知道 所以人家一送件呢 就会变成这样子 我们的大马变成这样子 像新加坡的奥米克隆82的 然后这个大马呢 现在又又62了 有时失控了 大马的可能已经完全失去控制了 你看他大多数那些 从外国回来的都没有遵守SOP 都讲从外国回来的要隔离7天 都没有隔离啊 就去接触人了 然后有一个被迁法印尼的 他不知道他怎样种的 这个根本就是社区感染的嘛 然后还有94宗的奥米克隆 还在那边验证当中 然后这个联东 沙拉瓦 不是我们这里沙巴 沙拉瓦的呢 也是无法相信怎样来的 这样比想象中更加严重 因为有一个他从来没有离开沙拉瓦的本地人 中了 中奥米克隆 所以说这个社区感染有没有发生的 见仁见智了 已经很明显了 所以他讲现在要去沙拉瓦特 那边朝圣要先打第三针 全部规定的 然后那天我们讲他叫部长回来 然后部长回来呢 当然要隔离咯 这些部长不用隔离啊 没有隔离咯 所以那个首相讲他叫他们回来 然后凯利说不可以啊 回来给我隔离啊 没有隔离罚一千块啊 讲到这里 为什么凯利只可以罚一千块咯 你们不给我罚十万吗 本来凯利要罚他十万吗 那个三四二修正法没有通过 没有办法咯 这个部长只能罚一千咯 所以不要怪他 所以你看那个债民呢 债民目前是405人了 那么这个昨天的数据 圣诞节上160 可能会见到更低 所以整体来讲呢 这个情况是已经好了 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今天跟大家简短报告到这里 那么接下来几天呢 会有更棒的景色 拍摄给大家看 圣诞节讲这个东西不吉利啊 所以我就半到今天来跟大家讲 希望希望这个大马呢 希望是最少过了华人新年 给我们好好过一个华人新年 好不好 上次报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